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如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在家做水煮牛肉 味道麻辣鲜香,滑嫩适口,特别的好吃下饭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泡个葱姜水,切点葱姜放入碗里面 再加点花椒和一个捏碎的八角 然后加入开水浸泡一会儿 准备一块洗干净的牛里脊肉 然后把牛肉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把切好的肉片放入碗里准备腌制 往碗里加入小勺的盐 加点生抽 再加点料酒,进去搅拌均匀 让牛肉把这些调料都吸收进去 搅匀后再分次加入刚才泡好的葱姜水,进去搅拌 让牛肉把葱姜水也吸收进去 牛肉充分的吸收调料水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才会吃着更加的鲜嫩 而且牛肉才会不柴不硬 搅匀后,往里面加入一个鸡蛋清,继续搅拌 再加入两小勺的玉米淀粉,进去搅拌 让这些肉片都均匀的挂上护 这样也可以让牛肉的口感更加的软嫩好吃 搅匀后,放旁边腌20分钟 再来切点需要的配菜 准备两节削皮洗干净的窩笋 心把笋斜切成段 再全部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把锅烧热后转小火 直接往锅里加入小把干的红尖椒 再加点花椒进去 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里面的香味 麻味和辣味 炒成这个样子后关火 继续用锅里的余温将花椒和干辣椒配干 这个时候花椒和干辣椒配得特别的干 直接盛出来 然后把花椒和干辣椒倒入蒜酒里面捣碎 捣碎后倒入碗里备用 舀两勺豆瓣酱放在案板上面 直接用刀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盛碗里备用 锅里倒入油 油热以后把切好的窝笋片倒进去 翻炒几下 再把它洗干净的黄豆芽到我锅里翻炒 加入一勺盐调味 加入一勺盐调味 一勺盐调味 锅里重新倒入油 油热以后 先加入葱姜末进去炒香 再加入剁好的豆瓣酱进去 炒出豆瓣酱的香味 加入小勺白糖 再加点生抽 进去翻炒 然后加入水进去搅一搅 等锅里的汤汁煮开后 再把腌好的牛肉片放入锅里煮熟 将牛肉片搅散 煮开后加入盐调味 最后把牛肉片煮熟后关火 用漏勺把牛肉片捞出来 铺在莴笋和黄豆芽的上面 再把锅里的汤也倒入盆里面 在上面放上蒜末 捣碎的花椒和辣椒也放在上面 撒上小葱花 再铺上热好的油 炒出香味 最后撒上香菜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咱们这个水煮牛肉就做好了 味道麻辣鲜香 牛肉香辣 软嫩 特别的好吃下饭 搭配米饭吃 实在是太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大家关注 点赞 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